HELLO 了世紀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l 今天要來看羅馬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現在羅馬人終於可以在天梯上使用了 能力有些改變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 奴炮皇 造價非常便宜 黃金只需要30而已 他這個軍團兵跟百夫掌也是非常有特色 只要點像金罐之後 就可以使用蓄氣攻擊 所以他這個百夫掌有點像是列提斯 跟這個貴族鐵騎的綜合版 當然也是造價貴了一點點 我覺得羅馬人玩起來是比較偏步兵跟起兵文明 攻兵性有點不太行 那奴炮是非常強的 但是依舊還是很害怕火炮這個單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越南人DOT 越南人再次改版 有增加100%的經濟研發速度 經濟科技的研發速度 所以他是一級農一級木 採礦 草石 這些科技研發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稍微增加一下他的經濟 那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 弓兵的血量是非常多的 但只有這個射箭場 他的寶兵是沒有的 藤甲弓兵手沒有血量加成 所以越南人可以打戰矛 或者是強奴 或者是馬攻 都是蠻適合他的 越南人最大的一個問題點 是他的東西都中規中矩 不會太強 不會太弱 那後期也可以出大象 大象有這個血量加成 可以到達420滴血 這個比192有下血 比192有下血量還在多一倍 非常誇張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個野豬 這個野豬呢 現在是Minecraft活動版本 只要你在世紀帝國中 解完他的活動任務 就可以獲得這個特殊的Minecraft模組 這個相當有趣喔 那個有點 因為世紀帝國本身就是有點馬賽克的 所以這個模組 在這個遊戲裡面 看起來好像 也沒什麼問題的感覺 而且蠻可愛的這個野豬 後續還有更多的模組可以解喔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上線去解一下 這個線上任務 越南人呢 他處之外 後期還可以點紫幣技術喔 只要有伐木工的話 黃金就會慢慢就去跳上去喔 也算是一種經濟補陣喔 阿拉伯來說的話 越南人不會說太強 不會說太弱 那我覺得玩起來算是 沒有太有特別之處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玩起來會 會有點綁手綁腳 就覺得工兵好像沒有特別強 但是大象也沒有特別猛 但又很貴 不管玩什麼都是普普通通 但我覺得越南人算是蠻吃玩家在玩的啦 有些人就玩越南人玩得跟鬼一樣 尤其是那個騰甲工兵 所以我覺得玩越南人還是玩寶兵比較好 那個騰甲工兵一出來喔 真是毀天滅地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資源處 目前看到越南人道德這邊的果子在 偏外側 那黃金在裡面還算不錯 但他地圖周圍是離其他木須很遠的 他這裡要大圍的話 需要玩到中後期才可以維好 前期只有這兩篇木區可以使用 所以他地圖來說是非常爛的 我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這張地圖至少只有30分吧 非常爛的地圖 地圖派好 我們來看一下羅馬這邊 MBL 地圖 果子在後面還不錯 黃金也在前面喔 但跟道德的地圖其實蠻相似的喔 那兩邊都是偏爛 只有兩篇木區比較能安全發展 這篇木區有點偏遠喔 那所以跟道德一樣都是30分的地圖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覺喔 現在的阿拉伯地圖好像有點平衡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阿拉伯 確實有做一些更改喔 眼界的觀眾應該有發現喔 現在阿拉伯已經有這個綠地的喔 再也不是那種沙漠黃黃一片的阿拉伯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喔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羅馬人打法 在前期來說是跟一般文明是差不多的 一樣可以出公兵阿 或是刺頭單位喔 去做針對對手 那後期呢 可以打這個百夫長阿或軍團長 去做一個壓制對手的一個選擇 後期也可以打盧炮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他最後有一個 我覺得問題蠻大的事情 是這個羅馬人喔 他沒有公兵線的關係喔 所以他的 對抗對方的像是火槍阿 或是工兵阿 會比較難處理喔 一定要靠自己百夫長或是奴炮去打 那如果對方又有火炮 或是工兵的文明喔 就會打起來非常難打 那我覺得這個後期可能就是要靠後面的 操作吧 去彌補的 那我目前玩羅馬人的感想是這樣子 好 那目前看起來 MBL是決定要打一個毛兵開局 毛兵開局的話 對羅馬人沒什麼問題喔 任何文明都可以毛兵開 哪就開的 那我只要不是那種很奇怪的喔 一直瘋狂爆棒棒的打法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之前有 我們很久以前的影片 有看過黑暗時代 爆了15隻的棒棒 那個打法太兇狠 好那MBL這邊偵查一下 看到道特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在屯弓兵喔 有插旗子 那你只 就你在玩的時候 只會看到對方有插旗 也不知道裡面到底藏多少隻弓兵喔 所以MBL有可能會繼續按毛兵喔 也繼續跟他一起藏 兩邊都在藏毛兵 藏自己的實力 那目前道特這邊是已經圍好家裡了 就是小圍一下下 兩片牧區開始農 那MBL這邊也是開始農 然後挖了黃金 然後看到這邊兵一出啦 馬上下了一根馬舅 不是馬舅 是兵工廠 可能是要來點一擊射 我以為是下馬舅 我想說下馬舅是要來打這個工兵 但是工兵其實只要點一擊射就很好處理 直接推回去 先射一下 一隻 兩隻 沒問題 全部收光 三隻 OK 吃好吃滿 毛兵直接走到道特家裡 這邊這邊工兵限制關係 所以打不太贏 除非道特這邊轉毛兵喔 全毛兵 或是轉一些馬舅 那如果這時候轉馬舅的話 經濟會落後非常多 那MBL這邊已經點下城堡帶升級 有人會說 為什麼MBL可以先點 因為他本身有5%的採集 加成之外 那MBL也沒有圍太多 這個圍牧牆 川民一直都有在採集的狀況 也沒受到經濟騷擾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經濟非常好 那道特這邊是有圍價的關係 所以會落後一些些是正常 那落後大概1分鐘左右還不能接受 看這個MBL這邊還沒圍死喔 非常脫 他知道對手沒要出來 所以自己就不圍了 那不圍的好處就是 可以更早上這個實彈 但你一定要守得住喔 沒守不住的話 你經濟會更慘而已喔 好 那MBL先升級了 裝甲步兵 然後 然後 就直接升了一級防 要出長劍兵嗎 這個升級路線有點看不太懂 直接補了一個TC在下方 左邊還補了一個修道院 前線蓋工程器製造所 當然是要來打奴炮了 壓制對手 那如果是打奴炮的話 道特只要出頭十測 就可以打爆他現在所有的單位喔 毛兵啊 奴炮都可以打得贏 如果出頭十測的話 就正常打法 直接砸TC 我覺得出頭十測比奴炮好吧 當然還是按下奴炮 最近羅馬的奴炮很便宜喔 30黃金而已 不萬百不萬 比小公還要便宜 羅馬的奴炮呢 還可以吃到彈道血的效果 所以MBL也可以考慮喔 先優先點一下彈道血 但我覺得前期點彈道血的效果 其實沒有到 非常好 好這邊直接出了一隻騎士 想要直接硬解 奴炮 應該沒有問題 MBL現在沒有森旅的關係 對於抗對方騎士是完全無解的 但是有長槍兵喔 有長槍兵的話 還是可以嘗試去硬點看看 趕快下一個修道院 MBL會怕 怕騎士硬上來喔 弩炮就沒了 直接出來投車 要砸一下嗎 但現在砸的話 可能會被收掉 但從後面出來 我以為是從前面 從前面的話會被騎士砍掉 好 那MBL打的算是沒有非常照進喔 算是穩扎穩的 開始給 倒車這邊壓力 那倒車這邊也是直接 不理 直接往後走 看你家裡在幹什麼東西 直接毛兵收掉了一些長槍兵 但家裡繼續被投車開砸 但是也補下了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在TC附近 但對手 是高低的關係 所以這個砸下去不會死 你看還有10滴血 砸不掉的 這就是高打低的優勢 好這邊拉了一些戰毛 投車 不是投車 騎士過來看一下TC 農得如何 那目前MBL農得算是正常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之處 一樣都是3TC 好那這個投車被砸一發之後 馬上又修了回來 所以現在DOT的想法 應該是趕快投車再多出一點點 會比較好解 然後再砸一發差一點解掉 哇 好一發應該換掉一台 有沒有一台再換一下 哇 這樣一換二很賺啊 道特這邊操作還不錯 高打低 直接換掉一台 沒問題 好家裡這邊被燒了的關係 所以剛剛操作一點失誤 MBL用殘劍兵守住了家裡 道特的毛兵跟騎士可能全部都要死光了 哇那目前看起來 MBL還是防守不錯 但村民上已經有稍微落後了 道特這邊已經是65吋對上61吋 那這邊村民一直被砸 其實有點煩 所以道特看要不要投資 一根劍塔在這邊防守 去射對方的投資車 好開始把這個地拿回來 有些人會這樣打 或是直接把這個村民往後判 你看 不要在前線挖木頭 越挖越出事 好這邊砸一發 砸一發 喔 順利收掉了 OK 那決定要在前方蓋一下城堡 這個城堡位置還不錯 可以守護兩個TC 好這邊再稍微砸一下 殘血 火了下來 好 那羅馬人的這個裝甲 步兵裝甲是兩倍防禦力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長槍兵喔 防禦是0加2 其實蠻坦的 那常見兵也是喔 這個能力也是非常好 直接1加2 1加2 那待會如果城堡時代 點2防的話 直接變成1加4 1加4 近遠防都是5防 很像那個西西里的薩金特衛隊 好這邊頭車走出來 第一時間是要拍對方的頭車 但沒有預判成功 再砸一發換掉 OK互換能接受 這隻騎士可能要跑了 後面的僧侶已經過來要遭翔 而且還有長槍兵 砸一下長槍兵沒砸到 頭子車砸僧侶直接閃掉 這邊再灑了一發 沒中 預判位置 中了 那是殘血 好 騎士一出來先砍僧侶 應該可以解的掉 OK解掉僧侶之後 直接拉到後方 硬砸對方的頭車 但是也頭車被砸掉了 這邊控兵非常複雜喔 換掉結果 兩邊算是 55開吧 因為換掉一隻老頭跟頭車 目前道德把自己經濟農了起來 村民處目前領先死孫 結果真的是打藤甲工兵喔 因為越南人這個文明 本身就是 騰甲工兵比較強 用其他單位就是 剛剛開頭講的有點中規中矩 並不是非常 特別強 就是 可以用但是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他步兵也是比較爛一點的 騎士也是 沒有三級攻 所以後期還是要靠這個地圓戰 還有這個騰甲工兵 當作主力 甚至做這個大象做坦克 會比較適合越南人 這邊直接把頭車砸光 兩邊頭車互砸結果 並沒有打出特別的經濟傷害喔 兩邊都是軍事互放而已 那NBL這邊直接開出第4個TC 頭車再繼續砸 這裡居然不是用長槍兵去戳嗎 騰甲工兵走了出來 沒有砸到 那騰甲工兵的血量喔 騰甲工兵是吃不到射箭場血量加成的 所以只有40滴血 被砸到兩發頭車的話 還是很容易倒的 這邊看到勝率撿勝物回去 直接被頭車砸死 NBL 開始有點壓力了 轉出了輕騎兵的升級 騰甲工兵直到走到TC這邊 但TC射騰甲工兵非常癢 而且射這個長劍兵很痛喔 騰甲工兵的基本傷害是偏高的 一開始就有6攻了 比一半的奴兵多一攻傷害 好 好那到頭這邊點一下帝王史丹 還有手推車的升級 經濟一片良好 左邊這邊 有少量的單位走過來 下方只是頭車繼續淹了過來 但是後方騰甲工兵也是出來了 但這一桌的頭車還是很難解 NBL這邊點下了帝王史丹 羅馬人電用style打什麼呢 我覺得對付越南人的話 打這個百夫掌其實不錯喔 就是百夫掌是羅馬人的寶兵喔 不然就是打這個農炮 配百夫掌 這個組合是蠻狠的 不然是加一些 輕騎兵漏馬互打 好這邊護閘換掉了一台 TC繼續修 屯甲工兵直接撞到了城堡 選擇了撤退 NBL按了幾支百夫掌 有要繼續按嗎 還有在按喔 升到地龍時代的越南 這邊先點下了屯甲工兵的升級 先升這個三級一射 但精英還沒有點 防禦也直接點到滿 蠻狠工兵設這個輕騎兵 還是威力始祖的 以上帝王時代 巨型托斯機沒有先生產 看到對方城堡在這邊 可能才會按吧 這時候看到有一個城堡在這 直接按了一台巨頭 但現在木頭不太夠 左邊屯甲工兵直接走到金礦區 想要抓挖黃劍村民 但這裡沒有人在挖 這一坨又走了進來 NBL會怎麼守呢 NBL直接打出了百夫掌的升級 金瑞已經點下了 待會再點野戰兵 就可以讓百夫掌的訓練速度加快 還有軍團長 都可以有這個蓄氣攻擊 這邊看來真的是用 騎兵包夾會比較適合一點 看下攻兵的話 近距防禦是0的 所以百夫掌上去硬騎 其實威力非常強大 沒有問題 輕鬆解掉 倒車這邊損失了 大概10隻左右的屯甲工兵 NBL則是一隻單位都沒損 只剩下一隻殘器的 百夫掌活了下來 那軍銀頭10隻已經開拆 NBL的城堡 那打百夫掌有個細節喔 就是你的城堡盡可能要蓋在家裡喔 才能維持百夫掌的數量 所以NBL城堡不能太一直往外插喔 哇這個 增兵技術應該是沒救了 人家四巨頭開拆 越南人這時候補下了一級防 然後點下疾兵 雖然沒有三級攻 但有三防跟級兵 所以越南人擋騎士的一個方法 還算是有解的 不算到非常無解 這時候NBL點下了金冠 野戰軍 野戰軍點下之後 訓練速度加快 還有蓄氣攻擊 就會讓 自己有這個列提斯無視防禦的效果的感覺 直接打爆對方的這個防禦力喔 一般的防禦力都是落在五防左右 帝王十代的時候 所以這有點算是直接給你列提斯的感覺 當然如果你是打條盾啊 條盾武士或是很硬的貴族鐵器 那當然就不是列提斯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羅馬人是比較害怕條盾跟 有近戰防禦加成的文明 像是協議雙手步兵之類的 如果跟維京人互打的話 我覺得百夫掌還是有蠻大的優勢 這次是一個攻擊的 好 這邊直接做一個扣打 清起兵稍微送進去 亂砍硬通 好 砰甲工兵直接走到TC下 超級亂射 因為道德一直不見 MBL這邊來騷擾自己 覺得 應該要來主動出局喔 把這個兵送到對方家裡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好 這時候軍團兵已經升級好 一升級完之後軍團兵的全部效果是遠防6 近防也是6 攻擊力16的傷害 非常高 血量也是比一般的劍兵勇士多了5滴血 血量有75滴 但是 精銳騰甲弓箭手有11攻 這個傷害非常的猛 射一下的話有5滴 後面想要來做一個包抄 道德這邊能夠守住嗎 這一波包抄但是 前面後面都有 羅馬的軍隊 羅馬軍隊直接正面硬尻 但是後方擊兵也是過來防守 百夫長這邊現在 損失慘重 可能要先撤退 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可能會完蛋 因為對方擊兵有點麻煩喔 還是要靠一些 軍團兵出來擋一下 軍團兵有在繼續按 越南人這邊補下了3防 步兵也先升完了 攻兵也升完 基本上能勝都升了 那如果要再打更強大一點戰術的話 就要升騎兵喔 把這個三級防給點完了 然後出大象硬坦 那目前 道德的想法是要把羅馬的城堡全拆掉 只要一拆掉了 讓他的百夫長不能出喔 基本上就贏一半了 就算 就算 城堡 沒有全部拆完喔 也是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讓對方又花很多資源喔 去修城堡 所以他這邊是 積極的 找城堡來打 但是家裡已經被百夫長留了進去 但家裡還有結兵防守 應該是能守得住 結果MBL直接棄守城堡 然後直接在左邊再另起移動 看來是要斜打斜退嗎 後方百夫長沒有空好 送了差不多 只剩下三隻的百夫長 左邊城堡也是繼續幹 但百夫長還是有繼續出 MBL這邊想法有可能是想要先憋200人口 然後再用一波軍團長加百夫長前後包夾的一個想法 現在百夫長開始在繞囉 正面軍團長絕對要衝出去了 軍團長是要來處理疾兵 但這邊直接第一建築物 想要後面包抄 想要上高地 這一波 第一波打 打起來還不錯 前面的疾兵直接全部倒地 軍團長也是正面硬靠騰甲攻堅手 直接潰不成軍 道特的越南部隊全部送光了 4台巨頭也沒了 但是MBL的T4也被砸掉一座 這邊看起來我覺得道特還是比較虧一點點的 但是MBL少了一座城堡 只剩下三座城堡可以出百夫長而已 但百夫長的數量也是慢慢被憋起來了 已經到了33隻的數量 結果道特這邊果然轉出了 金瑞毛相夫轉出大象了 大象目前打軍團長跟軍團兵 百夫長跟軍團兵其實都蠻好用的 因為血量夠多 而且大象本身的攻擊力就很高 只要能跟對方正面硬打的話 然後讓騰甲弓箭手 大象的保護 就有機會打得贏 這邊百夫長直接回頭一個暴打 但是疾兵數量夠多 所以軍團長損失數量也是有一些的 百夫長死的超多啊 好大象洞出來 金瑞毛相夫 進防是1加3 進防是遠防7 但是血量有420滴血 非常雄厚的坦度 那個軍團長硬尻啊 血量還是掉很慢 反正大象數量一多 開始頂起來 軍團長就不是對手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OK MBL開始尷尬了 對方有這麼多的大象 直接轉出了級兵 但如果轉級兵的話 道特這邊只要按出更多的騰甲弓箭手 就可以輕鬆手下 目前來說是對MBL不太有利 後方有少量百夫長在後面騷擾 下方這邊也是 一直有產清騎兵 但這跟城堡守得很好 清騎兵已經到這個射程範圍內 就直接殘血了 好大象直接淹了出來 騎兵繼續補 好軍團長要衝了嗎 前線讓軍團長 直接硬扛 後方使用百夫長 後面騎兵開尻 但是大象直接扛住了 軍團長的前面戰線 血量非常多 要扛住這波傷害沒有問題 只要騎甲弓箭手活著的話 就可以進行輸出對方的騎兵跟步兵 不算擊兵也能打得贏 大象就是存有率就會自然提高 這邊很努力在點擊兵 但是 還是點爆了 MBL MBL難道會在一起不能嗎 這個大象有點猛啊 哇 彈度十足 彈彈了 MBL這邊擊兵數量不夠多 而且後面騎甲弓箭手也沒處理掉 這聯絡百夫長似乎有點吃力了 大象的威猛程度開始展現得出來 不然越南還是要打大象 會比較好打一點 只打這個 工兵單位加擊兵還是有點無力 超彈大象直接彈起來 羅馬人這邊點下了二級農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疾兵 這邊 馬丘也是在繼續做生產 清洗兵直接開靠 大量大象直接往前頂 要硬拆TC了嗎 哇大象拆建築物速度很快喔 直接當工程戰項用 哇血量已經掉了1000了 後面大量疾兵想要直接硬解嗎 但是MBL沒有打算直接要衝 上方疾兵也是要想要回來救一下 但是TC已經爆開了 裡面村民四處逃竄 後方還有一波小的爭吵 這個打鬥 這個打鬥看起來MBL只能稍微打少量的村民 但是自己家裡中間已經快不行了 目前MBL想要在同一波最後的軍隊 這邊鎖住應該沒有問題 倒著 這一波再往前走 TC 還是要再爆一個 哇這邊直接衝擊MBL的所有的經濟領地 而且TC爆掉這麼多個農民要再農起來也很困難 資源只剩下一點點 哇這個直接用大象去頂人家的城堡了 這個要頂一段時間囉 我覺得倒著這樣頂不太好 有點在送兵喔 參加工兵一直被城堡射 雖然他遠防很高 遠防總共有10防 但被城堡射還是會有傷害 好 MBL最後一波大軍過來 級兵加上百夫掌還有清騎兵 沒有軍團長了 正面直接開展 但是成甲工兵被保護住遇到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一直在原地開火 傷害非常十足 但是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已經要開始被追逐 最後還是順利守住了 但左邊這邊MBL也沒有放過 不是不是 倒著也沒有放過MBL的左邊 但左邊已經也有開始兵在鏟出來了 這一波防守兩邊打得算是蠻精彩的 瘋狂多線 他向去領 這個藤甲工兵真的很麻煩 射騎士 還是很有傷害的 少量清騎兵直接繞到了後方 但後方也有少量的級兵 再做防守 MBL的防守現在做得還不錯 但似乎沒有能反打回去的跡象 村民數降到也只剩下104村 可能要再補一些 重要把這頭兵給解完了 軍團長的一個坦度還是挺好用的 排部長直接去後方 解掉了藤甲工兵 正面的大象終於要用級兵給解完了 駒馬人開始打出自己的優勢 這就是後期的越南人比較麻煩的地方 遇到三級攻三級防步兵文明很強的時候 對方基本上只要出級兵 就可以打爆對方自己的級兵跟大象 後方的藤甲工兵手 不管出火炮或是起兵 還是可以解的掉 所以道特這邊要一次拿下羅馬 其實沒那麼容易 後方也沒有帶攻城西過來 上方有一坨百夫長過來想做包操 但是MBL這邊黃金已經快要歸零了 沒有人在挖黃金了 這一波包操來看一下 軍團長後面也是在包了一下 百夫長上去證明尻 但是直接撞到了級兵的傷害 大象也是直接包圍住了軍團長 跟百夫長 大象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但是看到大量級兵直接往後拉 沒有想要繼續做反擊 後面補下來更多的藤甲工兵手跟級兵來反擊 但這面的 補馬人步兵 是比對方還要坦的 哇哇哇這個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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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很有趣 這邊級兵是4防 越南只有3防而已 一般的擊兵都是三防 好 這邊戳回去之後 越南人要怎麼打呢 道特這邊經濟也快要歸 看到見底囉 黃金剩下2 好 MBL村民宿來到115村 但是 越南人道特並沒有損失到經濟狀況 所以他並沒有 投降的跡象 反正是MBL 黃金已經歸零了 現在只能出青騎兵跟騎兵去防守 好 然後MBL 還要去想辦法解決上方 道特這邊的馬舅 青騎兵一直過來騷擾的問題 一個頭兩個大啦 這個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 不太好解 好 藤甲弓箭手的數量來到24隻 那在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這個藤甲弓箭手是非常難解的 好 好 MBL這邊稍微阻止了 道特這邊偷蓋馬舅 但正面依舊打不贏 大象跟彈甲弓箭手 還有少量級兵當坦克 好 這邊利用城堡做一個血防 ABL一直用少量7級兵到後面做騷擾 但級兵一出來還遇到城堡的火力交叉 擋不太住 家裡TC又要被爆一次嗎 下方很多農田被騷擾 但是MBL很努力的擠出了84片農田 全部黃金跟肉 好 這邊前面想用擊兵 後方想用清洗兵加百夫掌 直接去後面解掉 騰甲弓箭手 道特則是把自己的擊兵往後拉 騰甲弓箭手先行射掉對方的擊兵 大象處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擊兵也是往後直接戳掉一堆百夫掌 騰甲弓箭手繼續在這個高地 持續做一個輸出 MBL並沒有把這個房子給滴掉 有點可惜 這個房子讓騰甲弓箭手有一個很好的掩護 MBL這邊直接正面全部潰敗 打不贏道特的這一波騰甲弓箭手的壓制 31隻騰甲弓箭手依舊健在 損失的只有少量大象跟疾病而已 MBL則是損失了自己的主要部隊 道特看起來文勝卷在握 這邊再出幾個巨頭 就輕鬆解掉 不然直接出衝車火炮 也是可以的 MBL還能載狗嗎 兩邊黃金都歸零 MBL不可能輸的吧 這場他到底是輸還是贏 我也有點好奇 因為我還沒有看完這一場 我只是覺得 現在很多高手都在玩羅馬 看大家玩羅馬人的樣子會變怎麼樣 其實跟我想像差不多 奴炮終究還是很難成為主力 雖然是個奴炮大國 但是問題還是回歸到這個問題 當主力有點困難 好上方直接拆爆 MBL想要再打最後一波了嗎 新奇兵來到三十幾隻的數量 但是黃金沒有的關係 所以只能靠奇兵跟羅馬 好 道德這邊轉出了四台火炮 但沒有到前線 MBL開始全面衝鋒 奇兵跟奇兵直接往 道德正面的騰甲弓兵衝刺 只要能截到騰甲弓兵就能 有機會 但是旁邊的騰甲弓跟大象 想要無視是不可能的 直接被大量騰甲弓跟大象直接頂爆了 騰甲弓兵依舊被守護住MBL第三次的衝鋒 又宣告了失敗 這還能再打嗎 這個騰甲弓兵來到四十五隻了 這個就是移動城堡 之前我們很久以前的影片 標題就是打這個騰甲弓兵 根本就是移動城堡 傷害非常高 然後遠防又高 又很難解 旁邊只要有擊兵的話 大象基本上騰甲弓兵 調解方式只有一個 兩個火炮加頭車 奴炮好像也可以 但是越南也有火炮 所以這個就不好解 這邊直接把MBL的修道院裡面的生物給打了出來 非常的舒服 本來有四台火炮剩下兩門 兩門火炮直接硬拆城堡 這個城堡拿下之後 MBL有可能會打出GG 這是他最後一道防線 後面還有一個 但是這個爆了 基本上經濟也基本上快沒了 這個聖物全部都被幹走了 就沒機會了 火炮直接往後拉 想要直接開炮打軍團長 但軍團長一直被騰甲弓兵手輸出 大象也是直接開頂 騰甲弓兵手原地開打 沒有想要做拉打動作 一直在控火炮 火炮砸死了一堆軍團長 MBL第四次衝鋒 又失敗了 打出了GG 哇這場打得挺熱血的 很多兵在互打 那我覺得DOT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這邊還一直有在騷擾 雖然MBL這邊一直防守還不錯 所以沒有損失太多的村民 先騎兵也是有一直在出喔 但他有點被前後包夾 然後衝鋒又一直連續失敗 沒有工程器械也可以做防守 那我覺得喔 MBL可以早點出弩炮 去做反制騰甲弓兵 然後用弱馬去做個包操 前面少量軍團長或是騎兵 去硬扛喔 那如果火炮出現之後 才考慮使用大量輕騎兵 去做包夾會更好一點 不然DOT剛剛在早期的時候 還沒有火炮之前喔 其實是蠻無力的 奴炮一出來還是可以有效串燒掉的 這些單位的 那這也是我個人感想而已 好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是DOT這邊拿下木頭的剩6 贏了快1萬7 食物輸了5000而已 黃金差不多 時候也是喔 經濟方面來說 兩邊都是打得還不錯的 因為前期沒什麼在打架的關係喔 所以後面經濟其實會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囉 呀 有 自從 是 真的